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新疆雅剧 我是亚兰 上次我们谈到 陈顺泽沿着父亲的足迹 先后5次来到中国 其中4次进京 而朝贡之外 他也前行的学习中国的文化 陈顺泽对中国文化在琉球传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他创立明伦堂 发扬中国文化 陈顺泽其实从小就受父亲的影响 对中国文化非常喜欢 在康熙45年 他作为使者入朝进贡 这个纳贡的事结束之后 他就来到山东屈府来拜孔子故居和孔林墓 回国之后 陈顺泽就赶到 琉球虽然有孔庙 但是缺少一处传播中国文化的地方 于是就在康熙57年 奏请琉球的国王上进 要求设立明伦堂 在孔庙里边 拿出两间房子作为学校 来招收王府和九米村的子弟 进行教育 而聘贤老师都是对中国文化 有很深造诣的专家 以及从中国留学回来的这些学生 所以从此 明伦堂成为琉球最早的国立学校 以及传播中国文化的教育中心 而陈顺泽在明伦堂开教育的风气 也对琉球的教育影响非常深远 在嘉庆三年 琉球国王尚温下令设立国学和香学 国学就是设在琉球的王城 首里城 入学弟子都是首里城的一些贵族子弟 而香学是为一般的琉球人子弟而设立的 这样就大大普及了琉球的教育 而陈顺泽还向琉球的王室 来传播中国的文化 他在康熙43年 担任王世子尚淳和王世孙尚义的老师 每天给他讲四书 四书也就是说大学中庸伦誉和孟子 还有唐诗 在上义王继位之后 陈顺泽还为上义王讲解春秋和贞观政要 所以这个琉球国王从小收到中国文化的启蒙 他长大之后成为国王 也启用一些对中国文化有很深造诣的大臣来辅佐朝政 不仅如此 在明清两代 琉球国还经常送一些优秀的弟子 来中国国子健进行学习 清朝国子健的攀项 在琉球入学建文录里边说 项目文教 琉球与诸国为最堵 国家代之亦为最优 也就是说 仰慕中国的文化 琉球国是最为虔诚的 国家对它也非常厚待 据冲绳史学家的统计 明清两朝 琉球国派来的留学生有97人 明代有55人 清代有42人 其中学成归国的有77人 还有因为海难和疾病死亡的有20人 我们看到大量的留学生来到中国 学习中国的语言诗词 典章制度 公益美术等等 这些留学生回到琉球之后 成为重要的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而程顺泽对琉球文化影响 很大的第二项是 堪印六欲演绎传播中国思想 而程顺泽在中国期间 他还买了很多书 比如说像史记三国志等等 把这些书都带回琉球 而有一年他看到一本书 叫《六欲演绎》 这是明末清初一个学者 叫范红写的 六欲是明太祖朱元璋 颁布教导民众的教育书籍 它里边包括六个方面 比如说像孝顺父母 尊敬掌上 和睦相礼 教训子孙 各安生理和物作非为等 而演绎的意思就是解说 所以六欲演绎 就是对明太祖 周元璋颁发的六欲进行解说 而且语言非常简明易懂 所以在当时非常流行 看到这本书之后 程顺泽就大喜过望 就马上加印这本书 并且把它带回琉球 回国之后 程顺泽就把这个六欲演绎 献给琉球国王上真王 并建议把它作为 国民修身养性的标准 和学习汉语的课本 国王马上就许可了 所以这本书就被正式的成为 学校的课本 六欲演绎 让中校结议的中国文化 深入琉球社会 这一年期间 琉球的乡村就出现了 很多中校结议的典型事迹 而琉球王府 就对这些中校结议的百姓 分别给他赐予 绝位匾额物资 来进行表扬 从而大大推进了 中国文化在琉球社会的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 六欲演绎后来也传入日本 也深受重视 日本幕府将军马上命令汉学家 把这本书进行翻译 并把这本书大量翻译 广为发行 通令各地 把这本书作为国民修身的课本 或许中国的文化 真的在琉球起了非常大的影响 在19世纪西方大举东进的时候 西方都不约而同的 对琉球人素质留下了非常高的印象 撰写朝鲜琉球航海记的 英国军官他就称赞琉球人 文明水平非常的高 人民安守本分 那么关于中国的文化还有哪些呢 我们下次和您接着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